郭景云率着35军向北京开拔的时候 到机命役的时候 在沿路上他已经遇到了我军 地方部队以及一些零星的这种阻击 但是郭景云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下半参门就跟他报告说 共军在外面在构筑公事 作业的声音都能听到 他仍然无动于衷 欢迎观看帅客评论历史 我是帅客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平津战役 郭景云的35军 如果在指挥上不识 35军能逃出升天吗 大家知道 平津战役 毛泽东主席部的大棋局 首先就是把35军 按在平章线上 把他歼灭掉 因为35军是副作义的 第一系主力 是他的王牌 那么我们后来很多军事 研究者就认为 35军在回撤北平当中 他不是没有机会 是因为他指挥上 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才导致了35军 最后彻底被歼灭掉 首先我们看 郭景云第一个不应该 不应该耽误一天 在回撤北平 本来1948年12月4号这天 计划好了的是 35军要回撤北平 结果这一天 副作义他乘飞机到张家口 来视察看望部队 又接见高级干部开会 这样一闹 上午会议结束之后 本来下午可以走 郭景云一看算了吧 下午再走就到晚上了 不如咱明天再走 结果明天上午原计划走的时候呢 又发现35军军界所的一些装备 还有一些人员还没有上到汽车上 一看那就等吧 结果又等到了5号下午 整个35军才开吧 还没开始郭景云就耽误了一天 回撤北京的时间 第二个不应该 不应该在鸡明义住一晚上 郭景云率着35军向北京开拔的时候 到鸡明义的时候 在沿路上他已经遇到了我军 地方部队以及一些零星的这种阻击 但是郭景云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到鸡明义的时候 有人就觉得他我们应该赶紧按副作义的要求 回撤北京 但是呢他说晚上咱们还是别走 明天再说 明天即使有人阻击我们也没问题 郭景云他这个人是好战分子 他对我军他是打仗的 他有他的一套姿势挺高的 结果在鸡明义这一晚上 下半仓门就跟他报告说 共军在外面在构筑公事 公事的敲稿上 构筑那敲稿作业的声音都能听到 他仍然无动于衷 第二天发起攻击的时候一看不是那么一事了 阻击越来越重 郭景云亲自去带队冲锋 最后不容易是冲过去了 到了新保安 新保安实际上他也可以不做停留 继继续往前赶 结果郭景云这个毛病又犯了 因为国民党军他一般不喜欢打这种夜战 所以说与其这样晚上走不知深浅 还不如再等第二天出发吧 结果在新保安这刻他又继续晚上逗留 第二天他又开始对我军阻击阵地进行攻击 但是这个时候这种阻力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没办法攻了一天也没有攻出去 快到晚上的时候他就把部队又撤回到新保安 实际上这时候他已经预感到他可能要被阻在这 但他还是觉得没问题 没问题就是什么呢 他觉得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王旁主力 傅作义肯定会想办法救他来 这就是第四个不应该的问题 不应该他让救援他的104军 安春山的104军到新保安城下来接他 本来负责义要求安春山率领104军跟郭景云的35军 他们双方对境打通这个联系 把郭景云给接出去 实际上双方已经接近到几公里了 努力再去冲一冲 应该说是有机会 但这个时候郭景云要求安春山率领他的增援部队 打到新保安城下来接他 本来郭景云跟安春山两个人矛盾就很深 安春山一看这样他也很生气 你凭什么这样让我到城下接你 你使劲出来我们对接不就更好吗 结果安春山一看这情况不妙 因为他这个后边也已经发现我们的部队包抄他来了 所以安春山这时候一气之下就放弃接应郭景云的35军 那么这样一闹郭景云就彻底的陷在新保安 一点机会就没有了 这四个不应该支持郭景云35军注定在新保安被歼灭的命运 当然了我们后来也可以说 如果说郭景云没有这个四个不应该 如果每一个环节他稍敌情观念重一点 回撤北平积极一点 他逃出升天的机会是有的 即使他能逃回北平 林彪的百万大军已经开进关内 35军即便是逃回北平 他依然也改变不了 最终被歼灭和是被改编的命 为了第一个不应该支持郭景云 我们的不应该支持郭景云 不应该支持郭景云